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你要全新的一個檔案 裡面要馬上產生那個 現在都沒有了 你可以從哪邊呢 從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那個 就是P4第六個單元吧 然後找到P4查詢 P4查詢裡面呢 在底下這邊都有啦 講義裡面有 有這個檔 home.frm 跟home.frx 這兩個檔 實際上呢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是把它放在下載這兩個 我已經下載了 那也就是說以後 假如說你們表單做得比較慢的同學 你可以這樣子 就是下載第一個 第二個除了可以自己重建之外 你可以用匯入的 也就是說 另外如果說你做好你要給別人的話 就用匯出的 那也就是說我剛剛做完的我把它匯出 放到雲端上讓人家下載 以後他也可以自動產生那個表單出來啦 也就是說 將來如果說你們公司或者你自己流程裡面 你要給別人一個範本 就是那個表單的範本的話 也可以利用匯出的方式給對方 讓他自己去改就好了 比如說我們有個 規定的類似的啦 反正你就給他一個範本 然後匯入 匯入的話就到哪邊找呢 到下載裡面去找 就會找到這個喔 特別注意喔 匯入的話一定要兩個檔喔 之前有同學是會 下載 他很天才就下載一個 不行一定要兩個 雙胞胎 你不能給一個 OK按開啟 開啟之後呢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邊會出現一個什麼 表單對不對 把它點兩下 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做的東西 就會出現了 匯出很簡單 按右鍵 這邊有個匯出 匯出到哪裡 你就找個地方 那一定會有兩個檔 也是一樣 你給人家 一定要給兩個檔 你不要很天才給一個 那就 沒有用 一定要兩個喔 OK 然後他的檔 副檔名是 FRM 另外一個 FRX 兩個檔 一定要給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 我這裡面其實已經有寫好東西啦 但你剛剛執行的話 應該下拉清單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呢 所以呢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執行 不過你會發現執行 一定要記得先點選表單 再按什麼呢 這個執行 它會跳出來 有沒有 不過特別注意喔 當然我這個表單已經做好一件事 就是下拉清單的時候呢 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清單裡面會需要用到的 業務 產業別 客戶 客戶清單這些 那可是以後 如果你將來呢 當然特別注意喔 這個清單怎麼做出來 實際上 特別注意喔 你要很直覺的 執行它的時候 會觸發什麼事件呢 觸發就是這個fone 怎麼樣 被 初始化了 被啟動了 所以呢 我 必須怎麼樣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放 放四個東西 放幾個 我看 總共有 請選擇也算 12345個東西 放在哪裡呢 放在cb01 因為我們剛剛有改個名稱嘛 把下拉清單 它的名稱叫cb01 那cb01裡面呢 有一個方法 叫做at item at item就是 我要放什麼東西進去 所以你就是當 表單初始化的時候 所以表單初始化的事件 特別注意喔 表單設計很重要 一個概念 事件 什麼事件 表單事件 所以記得在表單上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 它的預設事件是click事件 什麼叫click 就是當表單被點一下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這個事件 那觸發這個事件呢 就會去執行裡面的程式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當什麼 比如說你按下開關 按下去 那個就是一個事件 那比如說這裡的話 其實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事件名稱叫 ATIVATE 這個ATIVATE就是 當 這個表單怎麼樣呢 被 啟動的時候 或者被 應該翻譯叫活動 怪怪 應該被啟動的時候 然後呢 做什麼事情呢 就去 讓cb01 點 特別注意喔 那如果說我要加什麼呢 你就打個cb01點 點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 add item 那add item 它的顏色一定是綠色 為什麼綠色呢 只要是方法 什麼叫方法 就是說你要做什麼事 針對這個元件做什麼事情 就是一個方法 那底下有沒有看到 一個手拿著一個文件 這叫屬性 也就是程式 將來可以去控制什麼 控制 它的 相關的外觀 屬性可不可以控制 可以 那可不可以控制 去做什麼方法 可以啊 比如add item 增加什麼 增加什麼東西 你就給一個字串 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分別打上 五個東西 請選擇 業務 產業別 等等的 你就把這些 當然 可以一個把它加上去 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你的清單數量 很多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跑個回圈 反正這個回圈就是add item 一個一個一個 也可以自動 把 這裡面的東西 假設你會有個清單 放在sale裡面 也可以 跑一個回圈 動態的把它加上去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 執行它的時候 就會有個下拉清單出現 OK 那第一個事件就解決了 就叫表單的啟動事件 增加一個下拉清單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當我選了一個業務的時候 那我按確定的時候 要做什麼事 先去判斷什麼呢 判斷CB01裡面的什麼 它的文字 它裡面放的字 如果我是 業務 那做什麼 去 清單裡面 有沒有 找業務那個 然後呢 就把那個 批示查詢出來 對不對 首先他要把舊的刪掉 那其實前面都做過了 所以聰明的做法 怎麼樣 你可以到前面 我們的那個 之前的程式碼裡面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 裡面的話 應該就會有個所謂的 批示查詢 那你可以把那個 批示查詢 怎麼樣 可以把它修改 成什麼呢 這個批示查詢 前面有沒有 更改修改過了 比如說可以把 批示篩 批示篩 業務 可以怎麼樣呢 其實指示差別在哪裡呢 清單裡面的什麼呢 有沒有 如果是業務是A欄 如果是 什麼 產業別是B欄 依此類推 有BCD 所以呢會有不同的那個位置 那你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傳遞給他一個參數 就可以幫你自動做出來 所以做出來之後的話 其實在底下這邊也有 一個清單 加一個欄位 那將來我可以傳遞給他什麼 傳遞給他我要的東西 他會自動幫我去做出 後面的動作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做得比較快的同學 你可以 試著 把它 匯出 匯出之後呢 再把它移除 再把它匯入 也就是說有點像模擬 你將來要給別人的東西 那 再來的話 如果你動作比較慢的同學 你可以從哪邊呢 從雲端裡面 去找到這兩個檔案 下載下來 匯入就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